烫面小糖铃吃过吗 刚出锅外皮粗脆 凉了以后柔软筋道 里面裹着香甜的糖馅 吃一次就会爱上的那种 300克面粉 倒入240克开水 倒入30克食用油 揉成光滑面团 直接擀成长方形的薄饼 涂抹一层油酥 然后从一头卷起 切分成8个面剂 取一个两头对折 收好忌口 整理成圆形 松弛10分钟 要想饼好吃 糖馅是关键 配方我打在了屏幕上 您记得做好笔记 醒好的面擀成皮 包上馅 这一步千万别忙的 忌口一定要收好 擀成圆饼 放到刷油的饼锅 表面刷一层油 盖上盖子了 烙至两面上色 翻个面 烙至两面金黄 小饼骨包就出锅了 刚出锅吃热乎吃是酥脆的 凉一会儿特别的柔软 里面的糖馅不仅香甜 还带着浓浓的芝麻香 大人孩子都爱吃 建议大家双击收藏教程 有空一定要做一次 尝一尝